長江上游下游都很多洪水暴雨 無論是去到重慶那邊 下游那邊移昌 或者武漢 甚至說到上海變成海上 還來著這些大雨 雖然不是新聞自由 但是有很多人在網上發放短片 民間的資訊都很有幫助 很多人擔心三峽大包會不會崩潰 很多說法 一些老派的水利專家 他們一早就已經說了 如果真的三峽水壩崩潰 他們就不會單止立即掩潰了 下面的移昌或者武漢的頭 根據他們的模擬師 一崩的話 他們才會倒在一起 反而會倒轉頭 浸泡了四川一帶 然後才讓水湧過那個壩 再湧進去移昌 甚至在下游一帶 另一個模型看到的短片 就是那些水不是這麼沖爛的堤壩 如果它撞擊湧下去 它會撞爛堤壩的水壩最下的部分 然後水壩就崩潰了 這樣就很厲害了 你看這些短片 你看到 這裏已經很危險了 很嚴重的事 90年代已經聽過美國的環境衛生教授 當時美興說環保一樣東西 他說水壩的禍害遠遠多於它的好處 用了尼羅河的大水壩來做例子 美國過去幾十年來 將300個水壩拆散 除了剩下很出名的湖忽水壩 可能你去旅行也見過了 但好可惜長江三峽水壩 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壩 它現在再成為世人的焦點 因為上下游都大雨 如果真的出現什麼大問題 下游的6億人的身家性命財產 都嚴重影響到 平時大家聽到宜昌市 三峽的下面一水浸就浸了它 這個就是宜昌市 這裏就是長江 船仔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一路上去 三峽有一個小的壩在這裏 但是很近移昌市 再上去有多遠呢 我們可以來遠一點看 你看到船 三峽風景很好 但是也看到一個深谷 轉了幾個彎之後 這裏就是旅遊中心 三峽的旅遊中心 然後 就看到這個就是平時我們講的三峽大壩 就是這裏 平時我們看到圖片 又講到會歪了 等 都是說這個大壩的位置 這裏再上去 你會看到一路的山勢就是這樣 你會看到水浸的太高 一路浸上去上面 再去遠一點就是一條橋 你看到這裏紅色的橋 走車路 再上去 這裏上去很遠呢 就是去到 四川和重慶 重慶 我們講的水浸就在這裏 當這是一個山勢 就是 由西北那裏一路下來 又去到平原 其實山勢一路斜下來 高原那些冰川 那些收集的雨水 一路流流流 長江就是這樣 然後 如果在中間建個水壩 擋住它 這個三峽水壩 全高148米 那麼高的話 那怎樣呢 它儲了水 你看到這個深度 是一路延伸過去的 所以那些舊的城 浸了 過百萬人要遷復了 很慘的離鄉別井 就是被迫的 浸了之後 古蹟老了 然後 如果現在上下游都多水 其實會變了 一路浸上去 這個很煩的 就是說 你洩童 把水儲得滿 如果上下游都同時落大雨 你放水進去 那下游就浸得太厲害了 如果不放水進去 這裏越浸越高了 為什麼會浸到重慶那些地方呢 因為這個水壩升高了高度 整個山勢 變成一個大的水塘 他講說會擋住水 防洪 就是等下游的地方 會用水浸 但其實你想像到的 他擋住 如果泛南水浸的話 好像現在這樣 你就幫到一邊 就幫不到一邊了 一方面其實防洪都好 如果一干旱 他就存了水在這裏 他用來發電 水湧過去的時候 發電機會幫助 但是很多專家表示災害 大過效益的 另一個問題就是 很多泥沙其實靠水力 一直上游沖積下來 一直帶出海邊 但如果積聚隔了 可以想像到 那些泥沙會積聚在那裏 有些大石頭 在上游的地方 那些水流急到大石頭都用得住 大部分的石頭 就堆積在這裏 積聚了二三十年 這個壩就不再用得了 令下游隔了很多 沒有那麼多水的話 於是這裏水晶站上去 變成魚 這個循環就少了很多 變得下游容易乾旱 反而更容易乾旱 但是你知不知道 最初期反對起三峽水壩的 是一個水利部的副部長 李銳先生 他去年過身 新聞都有報導過 他反省過 共產主義的看法 他因為當年 反對起三峽水壩 寫了很長的文章 毛澤東看到 很欣賞他 後來就說不要起 甚至請了他做他的私人秘書 他又了解了高層很多事 都出了很多書 圖書館都借到的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說法 特別是共產主義 資本主義 他的最後體會是甚麼呢 我都敬重他 很骨氣的一個人 現代的水利專家 都是國內的 現在都說禍害 已經出現了 血吸蟲病 乾旱 黎沙淤跡 降雨量少了 等等的問題 最後 就有機會 是要拆毀 炸了這個水壩 但是李銳先生 很多年前 他已經說了 這個水壩 不可以 他還有甚麼其他分享 給我們知道呢 因為他由中共 由開始建國 開始一路 跟著 甚至是高層 最機密的人都知道 值得講講他的看法 人類歷史 社會的發展和過程 是民主同專制 法治同人治 科學同愚昧 的勝負過程 尤其近三百年來 鬥爭最激烈 發展也最快 各位如果你喜歡這個短片 歡迎你 按LIKE 或者SHARE 分享給你的朋友 最好按下 訂閱鍵 免費訂閱 按下小鈴鐺 就更加會有新片 治療空之理 說起洪水 我們都知道 是個大災難 其實在世界各個民族的歷史裏面 都有記載 有大洪水的事 想起 聖經裏面 我們講的 洛加方舟的故事 基督神教 亦做 羅亚方舟 香港有一個 羅亚方舟的公園 這個故事就是 天主覺得世人太多懷人 正義的人 羅亚一家 他就叫他們做了一個大的船 然後所有動物 一對一對的擺上去 直到洪水滅了世後 就可以再重新生活回 很多人質疑這個故事 第一 如果你的動物 一對一對的話 將來怎樣繁殖 因為近親繁殖 是不行的 在現代的基因 科學角度 但是 記住聖經的記載 特別是故事跡 其實是一代一代傳來口傳的故事 以色列的文字記載 都是幾千年前的事 他不是一個科學的文獻 也不是一個歷史的詳情記載 在聖經的故事裏面 最重要是一個精神 那這是什麼精神呢 洪水滅世其實是講的 一個苦難 一個災難 然後 有一個 從頭再生才來過的可能性 這個也跟我們講的救恩 耶穌基督用的苦難 十字架上邊 釘死了 受苦 救贖人類可以 跟天主有一個永恆的關係 跟這件事 是一樣的精神 我們人其實沒有人喜歡苦難的 下大雨洪水 各種的災難 或者政治上 社會民生上的事 都不想搖 但是 生命就是這樣 在苦難裏面 包括病毒 傳到全世界 是人類的災難 令我們警醒了很多的事 通過苦難 這個我們在信仰裏面 我們叫做奧妙的事 然後我們找到一個更好的 生活和精神 這個把握著這個希望 我們生命就會很不同 好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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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期呀 我們來講 謝了